画面上这个业信嫌犯手上的国际包裹 就是参有安非他命毒品的香氛蜡烛 今天7月海关与刑事局合作 查出这个既至加拿大的国际包裹内藏毒品 于是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 终于破获运毒集团 并搜出五大罐内藏安非他命的仿冒香氛蜡烛 这个包裹里面我们起货了安非他命有16.28公斤 那在整个后续的行动呢 除了仿冒知名法国香氛蜡烛空运来台 运毒集团还设立五成分工断点 甚至留下错误的收件地址及电话 就是为了躲避警方查气 也就是说他刻意留下是错误的收件地址以及电话 然后呢让嫌犯可以去做一个规划到邮局去领 那呢首先呢是由这个第一层的月姓范典去领 领了之后呢他再交给这个第二层的潘姓范贤 然后潘姓范贤呢他再整个往上交 再交给这个第三层的中姓范贤 等到在往上交的时候呢 他们中间就会在由这一个 竹联邦的这个马姓范贤来进行联系 联系告诉这一个第三层的中姓范贤 交给最后幕后的这一个灵姓首脑 警方已经将幕后的灵姓主嫌 及收件的业姓嫌犯 共五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无人皆被裁定积压禁件 刑事局方面表示将持续行政院 受毒追人断金流的反毒总目标 持续打击瓦解 制造运送及贩毒组织 维护国人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